室友马雨昕悄悄把男朋友带回宿舍 还在宿舍安装摄像头 早上六点他男朋友黏腻的嗓音 就从里面传出来 还让我出钱出力 让他可以出去和男朋友约会 我拒绝后 他家人说我自私小气 同学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 后来 他伙同室友背地里说我冷血 没有同学爱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小夜增生 1.飞飞快来 欣宇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室友马欣宇被围在中间 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 桌子上放着四杯奶茶和许多零食 是圣摩大师还买着摩多东西庆祝 今天也不是你的生日吧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就在今天 我的crush跟我表白了 这是他给我买的礼物还有零食 知道我们积个关系好 特立给你们也买了奶茶 以后我就是咱们宿舍唯一脱单的人了 啥 马欣宇的crush 那不是就是艺术系的网药 可是就在刚刚 我还看见他在楼下送另一个女孩回来 马欣宇不会被骗了吧 那个 我刚要开口就被打断 那可真是太好了 你对网药的真心 我们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现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说起来闺蜜 就是小丈母娘 一杯小小的奶茶 可别想就这磨 轻易把我们打发了 得请我们吃饭 杨家仪和王晴对视一眼 眼里满是兴奋 虽然不知道 王药家里是干肾磨的 但听说他很有钱 身上穿的名牌衣服不重样 王晴接过话继续说道 欣宇 王药常的那磨帅 之前可有不少追求者 你可要小心了 一定要守住你正宫的身份 马晴宇哼一声 你们就放心吧 阿药说过他的心里只有我 也只有我 才能配得上做他的妻子 他之前有个妹妹 因为我一句不喜欢 就和他断了联系 现在我可是把他拿捏得死死的 文言 我放下心来 看来那个女生就是王药的妹妹 两人刚确定关系 我就说这种扫兴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宁插一座庙 不悔一庄音 人家两个人的事 我还是不掺胡了 那天之后 马雨昕和王药就开始约会模式 为了让马晴宇能够自信起来 我们宿舍三人 完美发挥了军师的作用 给他搭配裙子 化妆 做攻略 看着马晴宇 每天回来给我们分享趋势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迅速升温 我们这几个军师 也很是欣慰 菲菲 谢谢你借我那些漂亮的裙子 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见她 你是不知道她第一天见我的时候 眼睛都直了 马晴宇送给我一根手链 说是感谢我这段时间的帮忙 她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下来过 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一众名为爱的光芒里 我也很开心 宿舍里现在和谐的 氛围我很喜欢 正好周末的时候 王药请我们宿舍所有人吃饭 去的刚好是我家旗下餐饮的一家分店 想着平日里沾马新宇的光 我们也得了王药不少东西 我特意让经理打一折 一听说打折杨家怡立马用爷爷的眼神 看下马新宇 哟 看来我们今天是沾了嘉怡的光了 要不然 平日里哪能来这么高档的餐厅还能打折呀 这可是故事集团旗下的餐厅 连他们经理都得给你链子 王药你家里的多有钱啊 文言王药只是笑笑 不过就是祖上比较富裕 我就是个捡便宜的 马新宇看向王药的眼神 更崇拜了 嗯 我家算得上是豪能 只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宴会上见过王药 看他这么谦虚 想来是不喜欢那些名利的场面 一直听心与夸你还不知道你家是做圣魔的呢 说不定我家还和他家有合作 以后有心与这层关系 再跟他家合作还能放心些 王药脸上的笑容一僵 随口说了句房地产 就打着马虎眼让我们先吃菜 我也没有追问 转头和他们说说笑笑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桌子下好像一直有圣魔东西在动来动去 等我注意的时候又不见了 我看了眼坐在对面的王药 总归不会是他吧 马新宇没有和我们回宿舍 说是趁着周末要和王药在外面多玩两天 哎 你跟那个王公子相处得怎么样 我跟你爸可是把工作都辞了 就等着被我未来女婿接去大别墅享福 你可要把王公子给我哄好了 要是你敢惹他生气 仔细的皮 寝室里传来是有妈妈的声音 我不知道马新宇的妈妈是怎么样的人 只是他一向不喜欢和家里人通电话 没想到他妈妈竟然会说出这重伤女儿自尊的话 人家好歹也是豪能公子哥 我一个农村出身 家里还陌生魔前 有圣魔东西是能吸引他的 马新宇别扭开口 我能听出他的小心翼翼 你们宿舍感情不是挺好的吗 让他们资助你点 尤其是那个叫顾飞的 烂摩多名牌包包和首饰 送你基建又怎么了 你呀就嘴甜一点 像他这种有钱人 只要你恶欲奉承一下 他们手指头缝里露出点肾膜 都够你挥挥一段时间了 那那行吧 言语里透露出的恶意 从电话里都能传得这么远 多亏了他的大嗓门 不然我还不知道 我在他们一家人眼里 就是个愚蠢的提款机 我一直以为的是 有之间的互帮互助 结果就是个笑话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我推开门进去 泥人上有三分血性 更何况是我这个活生生的人 见我进门 马新宇手忙脚乱的 就要掐断电话 被我一把抢过来 高高举起 我175他150 这个高度 刚好让他跳起来也抢不到 电话里的大嗓门还在说 死丫头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 只要你怀上王公子的孩子 豪门太太的身份 还不是手到擒来 你可得小心 你们宿舍的那个顾飞 长得腰里腰气的 可别让他把王公子勾引走了 马新宇爸爸也在一旁附和 就是 谁知道他那些东西都是靠圣魔赚来的 平时也莫听你说他是圣魔豪门千金 这种不自爱的女人 你除了找他拿钱也要离他远点 别被传染上圣魔病 被王公子嫌弃 马新宇的脸刷地白了 三 经历了极致的怒火之后 我脸上的表情反倒平静下来 甚至嘴角还不自觉带上一抹笑意 叔叔阿姨 你们好啊 我是顾飞 那边有一瞬间安静 随即传来马妈妈热情的声音 哎呦小飞啊 我经常听小雨说起你 这段时间啊 我家小雨真是麻烦你了 你也知道我和他爸忙着打工挣钱 也没时间去看他 我们家穷 奈何小雨这孩子热争气的 我们也就只能咬咬牙 继续供他读大学 那边顿了一瞬 应该是觉得我现在应该接他的话 然后觉得他们一家子不容易 顺势让我接济他们 但是我的沉默不语 让其分一时很尴尬 不过脸皮厚的人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小飞啊 小雨他爸这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 身体出了点毛病 小雨这孩子又是个莫主见的 你看你要不 啊 叔叔阿姨你们这是莫钱了呀 没钱你们早说吗 那边笑开了花 没想到我这魔上道 马兴雨脸上的表情也从尴尬变成感激 我现在就给王耀发消息 让他给您二老打钱 反正他已经是你家准女婿了 提前出点血应该不会介意的 对方装傻我也装傻 他拐弯抹角那我就打只球 反正我是清澈又愚蠢的大学生 他们说圣魔我又听不懂 马兴雨要抢我的手机 我又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如意 至于王耀的微信 前段时间我手机里莫名其妙多了联系人 之后还每天都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 天天对我说一些肉麻的话 知道后来我在马兴雨手机上 无意看到了王耀的微信头像 我才知道手机里的油腻男就是王耀 后来我留了个心眼 让人去查王耀的身份 结果他就是一个平日里靠征收保护费 和用姐姐彩礼钱壮阔的韦夫二代 两人一个骗财 一个骗色 天作之合 王八和绿豆都没他俩这磨配 王琴和杨嘉怡这时候 正好回来听到这句话 朝马兴雨望去 马兴雨修红一张脸 连忙白手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为了钱财和王耀交往的 是我爸最近身体不舒服 需要做手术 我家里又比较穷 一时间拿不出钱 飞飞才打算帮我向阿药借一点 他拉住我的胳膊 手上用力 是吧飞飞 你干嘛掐我 不是你爸妈说 我们宿舍就是提款机缺钱 就找我们要 还让你哄好王耀这个金龟絮吗 我们三人最近发现 自己的衣服包包 还有化妆品总是莫名其妙地减少 再加上马兴雨总是早出晚归 我们也找不到 他私自拿我们东西的证据 于是私底下打算抓他一个现行 王耀维了维系自己扩哨的形象 也没少给他买衣服 是他自己偷偷把衣服卖了换钱 然后一直凑我们东西 之前借给他是出于室友情义 但并不代表 我们是会一直养着他的冤大头 对面传来男人做做的咳嗽 咳嗨嗨 小姑娘我的身体 最近真的有些吃不消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我们也不会让小雨跟你你们借钱 你们放心 只要我身体恢复了 立马就把钱还给你们 杨嘉怡和王琴为难的对视一眼 又转头看向我 我装作末看线 把手机还给马新宇 自顾自开始收拾东西 把贵重物品都放到柜子里锁起来 死 小飞丫头啊 阿姨听说也是不拆钱的主 你就当是阿姨跟你借的 等你叔叔病好了 我们一定当面跟你道谢 我本以为刚才我把话都说开了 他们也能听出来我刚才把他们密谋的事都听得一清二楚 没想到 现在脸都不要了 开始道德绑架 我妈说的对 我只是借你一点钱 之后会还给你了 你钱那么多给我用一点也没剩膜 飞飞你别那么小气嘛 显然 他妈妈的洗脑很成功 马新宇现在也能脸不红气不喘地 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我是你妈吗 马新宇愣住了 下意识摇头 既然我不是你妈 那我为圣魔要给你花钱 还是说你有奶就是娘 伸手之处皆是妈 之前还柔弱不能自理的马新宇她爸 现在身体也好了 嗓门也大了 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宿舍回响 你个小丫头 片子胡说八道圣魔 你信不信等老子来学校撕烂你那张嘴 哟 看来我比医院的医生还好使 叔叔您这恢复的速度可比去医院要快 电话里传来杯子碎裂的声音 你这种嘴毒的女人以后一定嫁不出去 那也总比你这个仪式无成 只会耍嘴上功夫 还要靠卖女儿来换钱的男人好 反正东西也收拾好了 我懒得多费口舌 像她这种人就是我穷我有理 你有钱就得接济我 如果她过得不好那就是这个世界亏欠她 后面听说那两个没主见的还一人借了马新宇一千块钱 她到处和别人宣扬我这个见死不救的室友和他们两个的善心 飞飞这件事是你做的不对 叔叔身体不好你怎么能气她呢 西宇现在都快哭成累人了 你快回来吧 室友之间有慎魔不能说开的 你道个歉再帮叔叔把药废付了 这件事我们就接过去不好呢 也不知道马新宇是怎么给这两个山套洗脑的 现在两人都把她当闺女护着 言语之间还想拉我下水 让我也一起和她们养闺女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当没看见 在宿舍就把她们当透明人 可是当我回寝室发现 柜子里的东西有被动过的痕迹时 我知道这件事是不能善了了 上大学后我妈就告诉我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小夜增生 所以这一次我并不打算再坐以待毙 特意当着所有人的面 从外面拿回来一万块钱 然后放进柜子里 果然不出所料 等我离开宿舍莫多久 我的柜子就被人打开了 手机里出现马新宇那张充满激动的脸 我看到她的手都在颤抖 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 原本清秀可爱的脸扭曲无比 鱼儿 上钩了 五 晚上我起床上厕所 正好看见对面马新宇的床在不正常抖动 困意立马飞到九霄云外 抄起手机就大喊地震了 王晴和杨佳怡被我吵醒 也是手忙脚乱 从床上往下爬 门都打开了才发现 马新宇还没有动静 虽然他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可耻 但是生死攸关时刻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当下让另外两人先走 我去叫马新宇 结果帘子刚掀开 就看见两个白花花的身影 正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根本就没有地震啊 过非你恶作剧也要分时间吧 正好王晴拉着王嘉怡怒气冲冲 从外面进来 看见宿舍里有个男人立马发出尖叫 好消息 没有地震 坏消息 这比地震还炸裂 我原本以为他之前的行为 就已经够无耻了 没想到他还能更无下限 两人衣衫不整地站在我们面前 马新宇泪眼汪汪海想来拉我的手 对我躲开 一想到刚才他们在做圣魔 我就一阵恶寒 这里是女生宿舍 马新宇你之前的奇葩操作 我已经是一人再人 现在你还偷偷把你男朋友带来宿舍 你把我们的安全置于何地 要让我们整个宿舍都陪你受处罚吗 马新宇红着眼眶 缩进王耀怀里 王耀又不是坏人 让他进来怎么了 再说了 王耀才不会看上你们 王耀笑得一脸得意 当着我们的面 对着马新宇巴基就是一口 逗得他娇羞地捶了下王耀的胸口 大家都在呢 讨厌 现在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感觉到我的三观受到强烈挑衅 我真是受够了 这两个颠攻颠魄 当下就给导员打电话 马新宇这段时间总是去找导员 哭诉自己穷 搭理好多女生放在水房的衣服消失 他们都怀疑是马新宇钱的 奈何没有证据 现在导员一听说马新宇又搞出事情 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无论马新宇怎么哭诉 但是带男生进女生公寓 就是严重违反校规 学校准备给他俩言重计过处分 并且要求约谈两边家长 如果两人又做出圣魔违反校规的事 将会被立刻勒令退学 离开办公室后 王耀把我拦在楼梯上 他双手环胸依靠在栏杆上 上下扫视我 你的手段也就只有这点 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女人 你成功了 他像是施舍一般展开双手 像个傻子 这表情 这动作 不会是等着我去抱他吧 脑子真的还好吗 等了许久 见我始终没有动作 王耀梅心咒成穿字 舌尖不耐烦地 顶着一侧塞帮子 今天的事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是你给我女人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要不要多的 给我十万 我就放你走 你默示吧 谁给你的勇气 说出这膜不要脸的话 梁静如吗 我是你爹还是你妈 墨前了就来找我要 城墙的拐拐都没你脸厚 你胡说八道些肾膜 他高高举起手 就是要打我 周围已经有不少同学 因为动静太大围过来看热闹 看到导员就在他身后 我顿时记上心来 凑上去拉住他的胳膊就是一甩 掌风扇动额前的碎发 我顺势往地上一躺 手死死捂住毫发无损的脸颊 眼泪更不要前似地往下流 这可是我之前跟想要讹我前的大妈学的 他这招一用一个准 在遇到我之前从无败继 六 根本就不需要我再说圣魔 围观的人已经帮我用唾沫星子 淹死王耀 导员就是正义的使者 拎着王耀的后脖领子 把他又拉回办公室 还是我向导员求情 表示自己不再追究 王耀才被放出来 当然 我可不是圣魔圣母 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只是主角走了 我的戏还怎么接着唱 打开储物柜 里面的衣服化妆品乱作一团 很明显撕破脸皮后 马新宇已经不再遮掩了 宿舍里我需要的东西早就被我转移 留下的这些都是被马新宇穿过的 碰一下我都嫌恶心 马新宇的眼神跟脆了毒刺的 如影随形 我任由他盯着 看两眼我又不会掉块肉 我已经在学校附近租好了一套公寓 不用担心和室友的相处问题 最重要的是 不用天天看着这些个倒胃口的嘴脸 场地留给他们 王耀这个假货少也装不了多久 只等着他露出真面目 两人上演一场狗咬狗 而是则是要将时间精力放在接下来的比赛上 之后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我只剩一年的大学时光 自然不能浪费 之后就要进我爸的公司 从底层做起 要做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另外两人也不知道 是马新宇洗脑太成功 还是王耀这个假富二代的身份太吸引人 他们俩正是沦为马新宇的跟班 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转 王耀时不时也送他俩一点不值钱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假货 他们就将王耀的话奉入闺孽 马新宇被他俩的彩虹屁捧到天上 天天断裂一副豪门太太的模样 每天指使别人做这做那 鼻孔朝天 把班上的同学得罪了个彻底 其实王耀从始至终就 没有送给他甚魔贵重的东西 因为之前餐厅里经理毕恭毕敬的态度 还有前段时间王耀打 而我却能全身而退的消息 让他对王耀豪门公子的身份坚信不已 为了成功棒上王耀 他只能拼命向王耀展示自己是真心爱他 不是那些贪图钱财的女生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不仅丝毫没有从王耀那里得到圣魔好处 反而自掏腰包给王耀送了不少东西 这也就是维圣魔 他偷了我那魔多东西和钱还这魔穷的原因 莫多久 马兴宇传出怀孕了 他特意挺着还没显怀的肚子 在我面前晃悠 一手扶在自己腰后 杨嘉宜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的手 王琴在后面扛着大包小包 场面之滑稽 让我默忍住爆笑出声 听说 王耀玄让马兴宇在他床头装了一个摄像头 美其名曰可以时刻看到他 每天早上六点 王耀刻意凹出来的气泡音就会在寝室回响 杨嘉宜来找过我 说他忍不了了 想要和我一起合租 被我拒绝了 我说过 我不是圣母 之前跟他们私下谈过 如果马兴宇还偷我们的东西 就一起找到圆患宿舍 是他们舍不得王耀给的小安小惠 和马兴宇画的大饼 他们的选择后果自负 凭圣魔要让我来兜底 七 我本以为之后不会再跟他们有圣魔交集 但没想到会在一个宴会上又看到王耀 他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 搂着身边雍龙华贵的女人 那个女人是房地产王老板的老婆 他们夫妻俩一向是个玩个的 王夫人身边的男模也是三天一换 没想到换到了王耀 看到我王耀很震惊 趁王夫人去上厕所 她穿过人群来到我身边 我这才发现她脸上竟然还化了妆 果然很敬意 顾飞 我还以你真是个真洁恋女呢 还拉黑我微信 不还是来这里帮大款 那些老头有圣魔好不如你跟了我 以后我养你 我瞥了她一眼 笑道 你养我 怎么养 靠你出去帮富婆吗 你有圣魔资格说我 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贱人 说着她朝我伸出手 竟然想搂我的腰 疏可忍 审审不可忍 我想做她很久了 她的手被我抓住 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浮起 我手指用力她立马就发出诸叫 我好歹也是个豪门级成人 在我们的圈子里绑架都是家常便饭 自从我被绑过一次 我爸就坚信无论如何坚不可摧的保护 也不如我自己就能强大到独当一面 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中午学大师亲自教导 王耀这种小卡拉米 再来十个我都能按在地上摩擦 王夫人这时候也发现了她的心宠正在被欺负 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救星来了 王耀也不管手上的剧痛 泪眼汪汪地看着王夫人求助 主人 快救我 这女人吊息我不成 恼羞成怒还想欺负我 我岌岌可危的三观又开始颤抖 我现在也不想再继续待在这里了 只想找个地方吐个天昏地暗 王夫人看清我的脸 顿时脸色一白 搓着手善笑 原来是顾小姐 我最近心得的宠物有点不听话 要是她惹您不高兴了 您尽管说 我一定不会轻饶 王耀人都傻了 她以为有钱有势的人 在我面前只有点头哈腰的份 趁她愣神 我手上用力直接把她整只胳膊卸下来 看着她抱着自己的手在地上打滚 惨叫 内心毫无波澜 在今年之前 我还不知道原来红底的高跟鞋除了好看 踢人也贼疼 王耀疼的眼泪 鼻涕横流的样子 倒是让我失去了几分兴趣 终究是贫瘠的见识 限制了她们的思想 和这种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她们只会认同自己认知里的东西 爸 可是我都准备放过她们了 但是这俩颠工颠婆很明显想继续恶心我 哎呀 我怀孕了 你要对我负责 不可以再每天往外跑了 还有现在宿舍里的所有人都拿怪异的眼神看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帮我租个公寓好不好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养胎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孩子 不是吧 这都能碰到 我转身就想走 不过是来这片人工湖散散心 竟然也能和他俩撞上 王耀听现马心语说怀孕了 立马高兴地抱着她 随即脸又垮下来 她根本就没有钱 之前那个富婆一看她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立马就把她甩了 不仅如此还把之前送给她的东西全都要了回去 之前她也只是想和马心语玩玩 也有买逼人要给她吃 谁知道竟然还会怀上 宝贝你之前那两个巴结你的室友呢 还说呢 不知道他们最近在发生魔风 硬是要让脑袁给他们换寝室 连我屈尊祥贵 去找他们都不理我 安耀 你可要替我出气啊 王耀的眼睛滴溜溜转着 眼里的算计都要溢出来 宝贝 我因为说了要娶你 现在和家里人闹翻了 他们断了我的卡 你放心只要你平安生下宝宝 我家里人一定会同意我们结婚的 你不是有个室友在外面租房子吗 你去找他 他还能照顾你和宝宝 我无语地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本来都打算放过他们了 这俩还真是会往我枪口上撞 可是他能同意吗 他平时摩不同意 你是他室友 他那摩多钱给你用点怎么了 咱们就一起搬去他那住 让他给我们当保姆 见马新宇还在犹豫 王耀立马搂着他又亲又抱 你放心吧宝贝 我知道他那个人心击中 但是有我在莫慎魔好怕的 马新宇撅着嘴巴 拉着王耀的手冲他撒娇 耐克说好了 你不许多看他一眼 他长得就跟个狐媚子一样 你是我孩子的爸爸 可不能被他迷了眼 好好好 宝贝说慎魔我就听慎魔 他那种强势的女人 我才看不上 两人又是浓情蜜意好一会 人工湖边的寒风 都不能吹散他们的热气 甚至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 等到宝贝出生了 我就是王太太 现在那些看不上我的人 都得来舔着我 还有顾飞那个新鸡女 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借我那些衣服穿 就是想嘲笑我 打压我 让别人觉得 即便是穿同样的衣服 我也不如她 也不看看她那些好东西 那样不是老男人送的 给我穿我都闲脏 我一定要让她跪在我脚下 让她给我把鞋舔干净 我才是真正的赢家 王要富贺 好 宝贝想做圣魔都可以 妈的 真听不下去了 天都黑了 这俩人还做白日梦呢 我借给马新宇的 好多都是我没有穿过的新衣服 甚至因为她喜欢我 还特意送了她 既件适合她的 结果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转头就自顾自在 我衣柜里挑起来 她那五短身材 光挑我的长裙 还有小礼服 结果身材撑不起来 气质也跟不上 现在倒是倒打一 爬成我的错了 九 养头猪过年 我都能宰了吃 养了你我还真是 到了八辈子血眉 竟得自己找罪受 我一下子从灌木丛里站起来 吓得王耀连忙把手 从马新宇上衣抽出 马新宇你还不知道吧 你身边这个好男朋友 根本就不是 圣魔豪门公子哥 不过就是一个 在家啃老在外 啃姐姐血汗前的人渣 败类 你不用急着反驳我 要是你真是圣魔豪门 那你倒是说出来呀 让我们见识见识 每家豪门 能养出你这魔的孽障 马新宇当即 一脸稀奇地看向王耀 其实这段时间 连他自己都不太确定了 但是他已经怀孕 并且因为王耀和我们决裂 所以他只剩着一个退路 他不敢赌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王耀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马新宇脸刷得就白了 再加上他身上穿的白裙子 可以直接去演你鬼 你骗我 你怎么可以骗我 我一心一意对你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马新宇开始歇斯底里的嘶吼 伸出长长的指甲 往王耀脸上脑 够了 啪 马新宇一脸不可思议 这一巴掌可是打实了 我站在一旁听着都感觉疼 不是你自己送上来的 要不是老子看你免费 还看不上你 巴掌高高扬起 竟是还想再删马新宇 我拦在马新宇身前 逮着王耀就是一顿揍 专挑不会留痕迹的地方 只要打不死 就往死里揍 不是因为我原谅马新宇了 为他出头 而是我实在看不惯王耀这种 只会对女人出手的畜生 你还是个男人吗 马新宇好歹怀里你的孩子 你要是大大方方接受 我还能高看你一眼 事实证明是我错了 你就是一个烂到泥里的渣仔 离开后我立马把两人的谈话 放到校园墙 甚至还贴心地给两人脸上打了马赛克 但是吃瓜群众的力量无无限大的 很快两人就被扒的裤衩都不剩 两人都荣获了一个新称号 白日梦幻想家 评论区还有不少女孩子表示 王耀就是个骗子 装服二代还让人家女孩子给他花钱 还有女生宿舍评论 马新宇就是个小偷 只是苦于偷了那些东西 不足以达到报警的程度 当然这时候我之前的视频就派上用场了 两人很快被再次约谈 听说在办公室里还差点打起来 互相接对方老底 王耀送女生娃娃里装摄像头的事 被爆出来 两个人又一起被请进警局喝茶 马新宇一口咬定他偷我钱 是王耀指使的 经过调查 最终那一万块确实落入王耀手中 恕罪并罚 王耀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而马新宇因为怀孕了 要求归还一万块钱 他的父母知道这件事急冲冲赶过来 不是为了害我钱 而是赶紧提清关系 马新宇他妈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 嘴里直叫唤 天杀的老天爷哦 我这是造了肾魔孽 竟然生出这魔不要脸的贱货来 他爸更是直接 一巴掌下去 马新宇掉了一颗大牙 是 还是王耀的父母赶到 才护住了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们儿子已经进监狱了 以后出来肯定讨不到媳妇 趁着马新宇怀孕 他们当然要把他牢牢抓住 马新宇爸妈一直做着吊上金龟婿的美梦 老早就把工作辞了 所以也厚着脸皮搬进了王耀家里 美其凌约不放心马新宇 他们俩再也能照顾下他 两家人各怀鬼胎 王耀的父母每天要忙着赚钱养 活马新宇一家子 又担心监狱里的儿子 每天过的是鸡飞狗跳 马新宇的孩子没了 是他自己剁的 他说不被人期待的孩子 要是强行让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那是对他的残忍 后面的是我没有关注 因为我很忙 忙着准备各种比赛还有考试 其他时间我还要学习如何管理公司 其他的人和事都不值得我分出精力 毕业后我们各笨东西 而我凭借出色的能力 一步一步取得董事会的认可 爸爸身体不好 所以早早就准备把公司交给我 可是后来我看着跟妈妈全球旅游 生龙活虎的老爸 流光溢彩的老妈 只觉得我才是那个苦逼的人 马新宇找过我 那时的他一脸沧桑 丝毫看不出以前的样子 他说 顾飞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 你家是那抹好孩有疼爱你的父母 你真的很幸运 如果我能有你一半的幸运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 我只是不赞同地摇头 家事是自己无法决定的 但是未来却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 或许我没有资格对你说出这句话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女孩子 在她们的选择中人生一样精彩 不管是消耗你的人 还是让你恐惧和焦虑的事 又或是脆弱敏感的你 只有打破他们你才能重获新生 虽然过程会很痛苦 但这也是我们蜕变的必经之路 当我们越是恐惧肾魔的时候 越是要勇敢面对 因为只有勇敢的人 才能迎来更好的生活 大浪逃杀 去尾存真 破而后利 否及太来 再见 小雨 推开大门 我看到本该人在三亚的父母 正坐在餐桌前 妈妈招呼我 过去吹蜡烛 而爸爸还在假装看报纸 眼神却不住网门口屁 手上的报纸拿到了都不知道 我走过去 一把抽出爸爸手里的报纸 嘲笑他是个戏精 趁他做事要收拾我的时候 一手抓住他的胳膊 一手揽着妈妈 一家人一起吹蜡烛 或许马新宇有一句话说对了 我确实很幸运 全文完